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时间到了哈 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水彩公开课 欢迎大家下午好哈 欢迎大家我是幼子 今天呢还是一样的 跟大家来上一堂这个水彩公开课 因为之前的话也给大家上过 然后你们对吧 总要的这个动物对吧 今天给你们画个动物 你们就觉得这个动物很难对不对啊 其实我刚刚也讲过啊 其实这个动物的话不是很难啊 然后就是不管你现在能不能画出来 就是如果说你在看这个直播的话呢 你听下去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干货 是可以给到你的对吧 对对对又画淡彩哈 你们这词语真的是选的太好了 然后还是一样的哈 今天这个素材的话呢 应该是已经上传了 然后给大家看大看一下哈 看一下这个大图 他们说是叫什么金刚 金刚鹦鹉是吧 大金刚鹦鹉是吧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啊 然后我是觉得它这个羽毛的颜色啊 包括它这个身上这个红色非常的好看哈 然后我就选了这么一张 然后如果是有新学员的话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看一下那个怎么去找这个图啊 这个图的话 因为每次都会有一些学员在群里去问啊 去哪里看回放 去哪里找这个素材找不到 今天我就在我们群里就有一个一个同学问到了啊 然后就帮他去解决了啊 首先的话在这边跟大家再说一次这个 再说一次这个 什么一个获取方式啊 首先就是一定要用这个微信啊 微信关注诱化教育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记住了啊是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之后 然后你再去 他这个你关注了之后 他会有一个那个小的对话框啊 小的对话框给你们看一下 啊你关注了这个优化教育之后呢 他会有一个这个小的对话框 然后在这个地方对吧 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去 你去 你去输入这个水彩素材图五个字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国画油画彩线啊都有啊 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输入这个对应科目的这个 素材图 那么他就会弹出来 你就可以自己去找得到啊 可以去找到 然后你实在是找不到 或者说怎么样的话呢 你图一个方便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加我们 这个唐唐老师啊 唐唐老师的这个微信啊 这里就有啊 QQ号和微信都有啊 这个就是可以最直接的 一步到位的联系到我们啊 录播录播也是一样的 录播的话 关注这个优化教育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精选好课啊 精选好课啊 这个小键盘旁边 然后你就直接点这个直播啊 直播课啊公开课 这个地方都会有的啊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里面有之前的也会有啊 所以就是 如果是看了这个 呃 没看到这个直播的话 可以去跟一下录播也是可以的啊 因为很多同学他们是有 跟录播的 跟录播的哈 好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 今天这个画的会大一点点啊 画的会大一点点 然后线稿的话我已经够好了啊 够好了 然后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对线稿方面也就是新来的学员啊 或者说干净直播间的一些同学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比如说是 这个线稿的一些获取方式 刚刚没听到的 对吧 然后的话呢就是啊 怎么联系我们 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哎 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联系方式哈 有很多学员私聊我啊 私聊我 上面这个的话 你私聊我的话 肯定就是先找到我 对吧 哈哈哈哈 上面这个是我自己在用的一个QQ啊 一个QQ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是唐唐老师的 然后这个微信的话也是我们优化的啊 所以就是啊 想联系我们的话 就是可以加这个联系方式都可以的 好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声音和画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了哈 好欢迎艾米地啊 这个纸是吧 啊 纸 你们写一下啊 今天用这个 这个笔给你们写一下 这个笔写的粗一点 然后 纸的话呢 还是中粗 300克啊 然后是保红 给大家做示范的话 基本上都是 没有什么 如果是有特殊的话 我会提前给大家写出来啊 写出来 嘿嘿嘿 就是如果是有有花卉班的同学的话 我觉得起这个鹦鹉应该不是很难啊 不是很难 细文可以啊 细文可以 嗯 但是就是如果说你像我画画这种就是这个的话是一个16开的啊 一个16开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会市面尽量的把它压得紧一点点 因为我待会看情况吧 好吧 看情况如果是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会给他上一个背景啊 或者说到时候下了波之后我会给他上一个背景啊 如果说你不上背景的话你就单独画一个小鸟的话呢可以就是稍微的画小一点点啊 但是这种不能太小啊不能太小太小的话里面有一些这种毛发这种细节的话你可能就是会不容易刻画啊 哎米丽我这纸还我这我这字还行啊 我字写的不是很好啊 所以就只能画画 好然后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首先这个线稿的话我已经勾完了啊 然后有几个点的话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新学员嘛对不对新学员啊可能就觉得这个呃 线稿比较难或者怎么样跟大家讲一下啊 所以就是我刚刚说就是啊不管你是觉得难还是觉得容易对吧 因为之前给你们画那个画那个 这个泡芙的时候呢你们又觉得说是太简单了对吧 画这个冰红茶也觉得太简单了 其实这种东西不管是复杂还是难啊 就是说你都能在里面找到一些为自己能用的一些知识点啊 给大家今天讲一下 做好准备没有 嘿嘿嘿嘿 做好准备没有做好准备口个椅 我们就开始讲解今天的知识点了哈 好欢迎那鱼猫 16开 给你们写一下哈 16开 准备好没有准备好的话 可以我们就开始了好吗 好 好的 好的好的 就是因为今天这个画的是一个动物啊一个动物动物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 他的一个就是一个特点的话就是 他的毛发会比较多啊毛发会比较多 像其他的一些正常的这种比如说构图啊对吧 或者说啊 布局啊比如说上下左右这种东西我就不讲了好吧 这种东西就不讲了啊 然后的话我主要讲几个重要的知识点 第一个的话他的毛发会比较多啊 你看他这种细小的毛发对吧细小的毛发 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 你可以看到我画他这个毛发的时候就是勾这个线的时候 就是我这个毛发的话 他他其实有些地方是断开的对吧 他是断断续续的 他不像你去画一个建筑或者说是画一个进物对吧 他有些他的线条是他这个外轮廓线 他这个外轮廓线 他是一条笔直的线啊 但是他这个动物的话他不是的啊 动物的话他不是的啊 你看他这动物的话他有的时候是断断续续的 但是像这种 比较他的比较明显的这种对吧 他这个羽毛比较明显的这种结构性的时候 你看他这个地方这种明显的结构性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画成这种 就是连贯的线条对不对 连贯的线条 但是他有些地方你看像 像这种地方啊 但是他脖子下面这种毛发的时候 他是一搓一搓的对吧 他是一搓一搓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画成一个明显的线啊 这个地方的话是要注意一点点 但是你看像他这个 这一块的话 他其实是比较平整的啊 比较平整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画成一个啊 稍微的这种 短的这种曲线啊 短的这种曲线 然后他里面这种毛的话啊 里面这种毛 你千万不要一根一根去瞄他这个地方 你只要顺着他这个走势下来 你看到没有 顺着他这个走势去画就行了 但是像这种的话啊 这种比较有明显轮廓的这种形的话 那么你就去描一下啊 去描一下 这里听懂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是我们在画这个画这个线稿的时候 就是他是一个比较 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或者说跟其他题材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这个线稿 他这个外轮廓描的时候啊 就是你去勾勒他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的话 扣个1好吧 听清楚 我就我这个这个今天这个线稿要注意的这一块 我就先讲一下这个听懂没有 好的那这个的话还是比较好懂啊 然后我再说一个第二个点好吧 第二个点啊 第二个点就是这个数字啊 数字 数字啊 因为他是站在这个数字上面 你们觉得就是画的时候要不要画这个数字 要的话敲个1好吧 觉得要不要画这个数字 如果是你自己画的话 你会不会画这个数字 要画对吧 嘿嘿 是不是因为你们看我画来 你们就说要画 但是你们自己画的时候就不画是不是 为什么要画啊 我再多问一句 为什么要画 啊就是有的时候画画的话就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啊 为什么要画 不画数字 哈哈哈哈 对啊这个算是一个理由啊 就是因为他是 呃 他这个爪子毕竟还是抓负在这个 枝干上面啊 但是像我们平常就是因为有的同学他画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的话就是浪云宝讲的这个的话就是涉及到一个构图的一个问题啊 一个构图的一个问题 啊 然后满月的话呢 是说的也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事实啊 一个很客观的事实 就是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地方 还有一个不同的解答 就是他如果不画这个数的话 第一个就是单画一个鸟的话 他会显得很空对吧 因为整个画面这么大 你不画一些这种背景啊 或者说是一种 嗯 配饰的话他会觉得很空 第二个的话就是 会觉得你这个鸟怪怪的对吧 他又他又没有在飞 然后呢你还画没有画其他的东西啊 对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一个点啊 第二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看我们这个 鸟身上的这种线条或者说或者说这种布局是书还是密 是书还是密 对就要问你们对吧 就要问你们为什么 问到了你们就学到了对不对 说不定有的时候我问你们你们的答案还跟我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啊 就是你如果你看我现在的话我是因为我这个底下你看这一块的话我完全没有坏 没有画一点点线条的对吧 包括他这个他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的这一块给你们看一下哈 写图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我整个我整个这一块的话 其实是没有多少线条的对吧 就一根两根 就就就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 但是你看他这一块的话 啊这一块 包括了整个这个羽毛这一块 他其实这一块的话 这一块它是很密的啊 它是很密的啊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这一块的话 怎么样 要输一点点哈 稍微的 诶 输一点点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在画之前就是考虑好的哈 这个能听懂不 能听懂 你瞧个一好吧 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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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好看来大家都还是 懂了哈 好 没问题 懂得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上色好吧上色 所以有的时候画画的话 它是需要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构思 或者说一个布局安排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 比如说你在这上面也画一些这种 它的一些特征啊啊细节也是可以的 但是 你的你的你的老海里面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啊 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 首先我们还是一样的啊 我们从这个鹦鹉开始画啊 鹦鹉开始画 然后呢我们是从它的这个浅色部分开始啊 浅色部分开始 浅色部分开始 那么它的浅色部分就是它这个头这一块对吧 这一块这一块 那么它这一块的话你看 这一块我怎么画 它这个颜色是偏什么 它这一块的颜色 它这个浅色 它这一块的颜色是偏什么颜色 偏冷还是偏暖 它这一块它这一块的这个颜色是稍微的啊偏暖一点点的啊 所以我们调了一个这个稍微暖一点点的颜色 对 好我们就直接上色了哈 上色 还是用的这种毛笔啊 毛笔 然后巨峰的话 我这个蓄水比较好啊 蓄水比较好 所以一开始稍微的 稍微的 在通知它这个形的基础上 稍微的让它熏暖开一点点啊 熏暖开 然后在画的同时啊 画的同时 控制好它这个边缘线啊 这个问题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也强调过啊 控制好它这个边缘线 然后我们看到它这一部分啊 这一部分它是有一个 它是有一个自然的这个 黄色对吧 它是有一个自然的一个黄色的 它这一部分的这个羽毛 所以我们就趁湿的把它这一部分 给它画上 然后 它是有一个由黄到红的一个过渡啊 由黄到红的一个过渡啊 所以我们直接就趁湿的话就可以了 我们趁湿你看 把这个 因为这个的话是一个公开课嘛 然后我就不可能就是 每一个或者说难以程度啊 或者说这个 每一个步骤都讲 像上那个系统课一样对吧 因为系统课的话 第一个毕竟是时间多一点点 第二个大家的基础的话 我心里的话都会有一个数 但是像上公开课的话 大家的基础可能就不一样 对吧 然后有的时候 大家的对这个难以程度的这个判断也不一样 所以就只能我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声音可以吗声音可以吗 所以今天干的有点快哦 稍微有一点点快哈 喂喂喂 可以了吧现在 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我给你们讲一下啊 就是我我今天这个你看 他其实天气有点热啊 他这个干的比较快 然后我待会的话 我就给你们讲一下我的一个思路 然后我会快速的把它画一下哈 快速把它画一下 就是有的同学会会会讲这个起行哈 这个的话他其实他这个是比较好好画的哈 所以我刚刚说你们不用觉得他很难啊 不用觉得他很难 首先第一个你看他这个头的话 他这个头的话就是从这边开始对吧 这边开始 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三角的这么一个一个关系 然后最主要的是他整个身体 这一块的一个动势对吧 他这一块他他的背 到这一块 然后往下这个幅度的话 或者说这个倾斜角度的话 一定要稍微的把它注意好 包括这个地方 然后这一块的话 这一块因为他这个羽毛是 是这个短羽毛啊 然后撑齿不及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你只要把握住他这个整体的就是 就是从这个嘴巴这里这一块下来 你看 就是整体这个大的这个 一个一个我给你们标一下哈 整体的这个大的这个斜度 或者说这个倾斜角度是这样子的就可以 然后你看 就是他这个羽毛出来的多少 其实是没关系的哈 羽毛出来的多少是没关系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底下这个 这个颜色有点看不太清啊 那就是这一个 从这个点到尾巴这个点啊 到尾巴这个点 所以这个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甚至都可以把这个拉长 对吧 甚至拉长 哎 他这个的话 你看拉长 对吧 就可以就可以啊 然后的话就是这个地方 他这个绿 蓝色的这一块 这个大的这个三角 大的这个三角 所以把这一块的话 你把你把它看成几个三角形 然后这个头部 对吧 这么把它切出来的话 他其实他 哎 这个地方有点看不清了哈 放个颜色 他其实是很好很好画的 他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曲线啊 你就是用这个指线 就可以把它切出来的 指线就可以把它切出来 而且他就是这个 不要觉得这个毛发这一块 很难你就直接把这一块 从这里 到这里看到没有 就把 就从这个 黄线这一部分 就把它直接切分了啊 直接切分就把 这是一个头部这一块 标一下 这是一块啊 然后这个翅膀 这是一块 这个尾巴 这里是一块 然后就是他这个肚皮啊 这个肚皮 这里是一块 肚皮 这里是一块 听懂没有 就是就是你把它 就是一开始的话 把它分成几个几何形来看 就很容易很多 容易很多 然后 听懂了没有 这个这个的话 因为我自己起型的话 我就是这样子起的 知道吧 自己行就在那里 比如说你需要多一点点耐心 就是有的时候他这种小一点的地方 你需要去做一些小的调整 包括他这个 你把这个大的这个三角把它切出来之后 他里面这些的话 你可能需要就是去放大啊 放大 然后去看一下他这个 他这个羽毛 他是一层盖着一层的啊 一层盖着一盖着一层啊 然后他是呃一个像下的一个走势 声音还不行吗 现在应该好了吧 我一直没动啊 这个 你们开始不是说可以了吗 哈哈哈哈 而且我看我这个屏幕上面显示的 应该也是正常的呀 谁家同学这个情况吗 有这个情况的话敲个一好吧 我看一下 对因为我自己这个话筒的话 我是呃一直没有调整的啊 好的 那我们接着讲啊 接着讲 然后这个这个颜色这一块的话呢 因为他主要是这么几个颜色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画这个画这个鹦鹉的时候 画这个鹦鹉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它这个 红色这一部分 红色这一部分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由红 你看这一块是红 然后到黄 对吧 再到层 这一块稍微有一点点偏层啊 因为他跟红色这一块相接的这个地方 然后在底下这一块也是一个红 把它分成几个区域 然后最底下这一块 它因为它是一个背光啊 它是一个暗部背光 它有一点点这种暗红色啊 我们标一下 这一块啊 它是一个暗红 然后它是在这个暗部里面啊 暗部里面 所以我们在考虑用颜色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名案也考虑进去啊 名案也考虑进去 然后这一块的话换个颜色 它这一块的话 它整个是一个受光啊 它是受光的 然后呢 它有一个蓝色 对吧 然后它有黄色 还有红色 以及一点点绿色啊 绿色 它的绿色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把它 因为黄色跟蓝色混在一起 它就是绿色了啊 黄色跟蓝色混在一起 它就是绿色 黄色跟红色混在一起 就是我们之前讲那个 三元色调色法的时候 就已经跟大家讲过 当然你可以直接用这个绿色去调啊 直接用调好的绿色去混 那么绿色跟黄色 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呀 一个黄绿对不对 黄绿啊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看你自己 如果你自己调不好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 比如说调色盒里面 现成的这种绿色 如果说你自己能混好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黄色去混这个蓝色 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就是 在铺这个大的颜色的时候 我们都是需要去 撕接的啊 撕接 就一定要是 不要一根一根去画啊 不要一根一根去画 一定是撕接的去画 好了 那这里没问题的话 就是首先我没有区分它的明暗 第二个区分它的色彩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几个的话 先把它搞懂 然后我画的时候 我稍微会快一点点啊 因为这个的话相对来说 面积会大一点点 然后接起来的话 会 会稍微的快一点啊 可以了吧 可以了 我现在就开始快速的把这个 它的一个身体和这个羽毛 这部分把它这个大的一个铺色 底色把它给铺铺完啊 因为到时候我今天感觉这个 房间里面 讲述房里面这个干的有点快啊 干的有点快 所以就是我怕待会一画画 然后你们一提问题 我又没看到弹幕啊 没看到弹幕 所以我就可能尽可能的快点的 把它这个颜色给它铺上啊 铺上 然后一开始的话调色的话 就是稍微的调的多一点点没关系哈 调的多一点点没关系 嗯 因为你看我们像这个大面积的这个颜色 大面积的这个颜色 好 一开始我们画这一部分啊 这一部分呢 稍微的还是因为它是一个 远古古的一个肚子啊 它稍微有点点瘦光 所以我们一开始颜色可以画的 稍微亮一点点 这个好像挡住你们看这个调色了 你看我现在调的这个颜色的话还是比较多的啊 比较多的啊 比较多的 你看这个时候的话画的这个这个边缘线的话我还是控制的就是用这种尖头的啊这种巨峰比较好的毛笔画 好我们就直接就是把这个底下的这个暗部的这个也给它换 画了哈 给它画了 因为它这个底下这个暗部颜色的话它比较重 所以这个时候我刚刚讲的啊一定要湿阶啊湿阶 如果是不是湿阶的话你画过来的话可能会颜色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僵硬啊有一点点僵硬 好我们再开始画这个上面这一部分的哈上面这一部分 因为它受光一点点所以颜色的话稍微一开始偏沉一点点成红色多一点点哈 好然后接着就是 从这慢慢的看到没有这两个颜色它其实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偏黄一点点一个是偏红一点点然后我就给它撕接过来啊 撕接过来 之后呢因为它这一块有一个相对说是一个黄色的一个羽毛啊黄色的羽毛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纯一点点的黄色 直接用这个黄色去衔接它直接用这个黄色去衔接它的时候呢它自然的会跟这个 红色去产生一个孕染啊产生一个孕染 你看这个时候用笔的话我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哈 好我们再给它稍微的加一点点绿啊加一点点绿 你看像这种位置的话秤诗给它点一点啊点一点 你看像这种位置的话秤诗给它点一点啊点一点 好绿色画完之后呢然后就是这个蓝啊蓝 你看嗯 你看这个时候的话我会 就是去扫出这种枯笔啊枯笔非白 然后它可以 就是让这个 羽毛一开始的话 看上去更加透气一点点 尤其是它这个亮部这一块 尤其是它这个亮部这一块 这个的话就是你的这个 速度要快一点 然后用这种中粗就可以 中粗它就容易出这种 粗纹的话更加容易出 但细纹的话就不太好出这种效果 然后它在底下的话 会稍微重一点点 然后颜色的话呢 有一点点偏纸 一开始的话 它这个色彩感觉的话 就是你可以 就是看到的 整个的一个色彩倾向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有些那个 你看大家画画的时候 一开始都是画得非常的豪放 对吧 或者说画得非常的洒脱 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 根据它这个物体的一个固有色 固有色来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我看到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它其实是 你看它这种地方 它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偏红色的 稍微有一点点偏红色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点一点 点一点 但这种基础的话 都是蹭丝的时候去画 蹭丝的时候去画 如果它干了的话 你去画的话 就会显得你这个 整个就比较容易 不是那么的融合 不是那么的融合 这一块还有一些 这个重一点点的颜色 我们可以稍微的带一笔 这一块还有一些重一点点的颜色 我们可以稍微的带一笔 你看它这个里面的话 其实是能看到我有一点点偏纸 或者说偏这种红色的这么一个颜色 红色这么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你能看出来 它有的地方是偏 偏黄一点点 有的地方是偏橙一点点 然后有的地方是偏红一点点 所以这种的话 它都是一些小的局部的一些细节 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 一定就是要通过这种 湿接或者说颜色的变化去区分它 接着往下画这个红色的部分 看到没有 它这一块的话 这一条的话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瘦光面 它这个尾巴特别的鲜红 它这个羽毛颜色 有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来画它这个暗部的一个颜色 它这个最主要的就是一开始 我们一定要把它画到一个统一的暗部里面 这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现在稍微的可以提 稍微的可以提 这个的话只是一个大的一个颜色 大的一个颜色 我们先把它这个第一变色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底色 先把它给涂上去 然后包括这个 这个树枝这一块对吧 也给它稍微涂一个涂黄 土黄的话这个颜色的话就稍微的就是可以淡一点点 淡一点点 因为它只是说作为一个配色或者说作为一个环境来衬托它 所以这个颜色的话我们可以让它稍微的淡一点点 用笔的话稍微的就是轻松一点 你看就自然的会流出一些非白 然后秤丝的时候 去给它补一些这种重一点点的暗部颜色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还在画画 可能看那个弹幕不是很精神 因为我还要看这个对我自己的画面 对吧 它上面这一部分的话 因为它的这个固有色比较重一点点 比较重一点点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重一点点的颜色来压一下 这种树的这种 这个叫什么结对不对 这叫结 然后你看就是很自然的就把它这个 树的这个这个数字的这个高光啊 给它用这个手动留白 就是把它直接的就是流出来 你画的时候就是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 就是你运笔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全部涂满 不要平涂把它涂满就可以手动留白哈 刚才会说 你用这种一些油的颜色 去看这种树的这个项目 就能来想看 这种树的这个项目 就是这个树的这个项目 就能看到了 你用这个树的这个项目 就能够接着 你来说 你用这个树的这种树的树 就能够接着 这个树的这个项目 也会不接着 你用这个树的树 到树门之后 你用这个树的树 那种树的树 树的树 树的树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控制一下啊 就是你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对吧 就是你可以就是稍微控制一下自己 就是你看像这种地方的话 我也没有把它全部涂满 对不对 就是你一笔扫过去之后啊 一笔扫过去之后啊 然后看到这里有个缝隙 或者说有一个没有涂满的地方 可以稍微的停顿一下像这种地方 对吧 可以稍微的停顿一下 当然就是如果是真的就是涂满了 或者说就是没有注意到的话也没关系 后期的话可以用这个高光笔提 我们把它这个爪子啊 爪子稍微 涂一个浅一点点的底色 算第一边颜色的话都不用算的特别的重 你看我画这一块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地方给它稍微的没有涂满留一点点对吧 因为它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受光面对不对 受光面啊 如果说你涂满了到时候你可以用高光笔去提 但是我现在画的时候我就自己自然而然的把它这个 留出来 能留是最好啊 能留是最好 如果实在就是没留住或怎么样也不用刻意去刻意去 好我们等你看你画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在干啊 但是我这个我这个的话你看它还是有一点点鼓的看到没有 还有一点点鼓 所以这就是画干比蛋采的话呢就是稍微水分大一点点的话没关系啊没关系 但是推着画它稍微会有一点点鼓 然后再把它这个嘴巴 它这个嘴巴的话它的桂颜色是一个黑颜色对不对黑颜色啊但是我没有直接用这个黑颜色我往里面加了一点点这个 这个和红色啊加了一点紫色和红色 之前有听过那个我上那个像是那个花卉的那个公开课的同学应该就知道啊就是这个黑色的话还是 尽量的话让它有一些色彩倾向会比较好 这个时候画这里的时候就有注意一点点 好这个时候画这里的时候就有注意一点点 有的地方可以秤时间的时候 让它稍微重一点 因为有些颜色的话 它并不是就是一遍能到位的 往里面加了一点点红 因为它这个地方的话 它靠近它这个红色的羽毛这一块 红色的羽毛这一块 所以有一点点的这个红色的反观 它这个黑色的这个嘴这一块的话 是比较光滑的 比较光滑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开始用这个 换这个 木星盒啊 换这个木星盒 然后我们从这个嘴巴这一块开始塑造 就是整个我们是从这个嘴巴这里开始的 对吧 一开始我是从这个嘴巴这里开始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往下面画 所以这个时候你画完整个色彩之后 或者说铺了一个大的颜色之后 我们慢慢的又回到这个地方 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塑造 这个地方塑造怎么塑造呢 就是你看它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立体的 对吧 它是一个立体的 那我们就去找它的一些素描关系 或者说一些明暗关系 你看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对吧 它光是从这边过来的 那么它这边的话稍微会亮一点点 它会亮一点点 包括它你看它这个地方 它整个它这一块你看 它都是一个亮一点点的地方 但是它这一块你看到没有 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 一个暗部 到这一步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打在这个弹幕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我们从这一块开始 慢慢的把它这个 嘴巴的这个厚度 让它稍微的 然后这一块的这个颜色的话 肯定是还得再加重的 因为我们刚刚上的只是说 第一变颜色 好 接着我们上第二遍 第二遍 这个时候的话是 运染去接的 然后当它这个底下稍微会有一个重一点的颜色时候 趁时去加它这个重一点点的颜色 好 到这边慢慢的 黄色 对吧 橙色 先接过来 把它这个眼睛这一块稍微给它留住啊 稍微给它留住 因为它的眼睛这一块 其实它是稍微有一点点亮色的 有一点点亮色 然后再接一个 也是实接啊 一直都是在实接 实接一个这种 偏 橘红一点点的颜色 先上背景的话 你就不好容易控制它这个 它这个毛的这个形状 你知道吧 先上背景的话 因为你背景一上的话 它有可能就是把这个边缘线卡的特别死 要不然的话就是你这个背景会上到这个鸟的轮廓里面来 所以就是我们先从这个 先从这个主体物开始的话 然后上完之后 我们再去上背景会好一点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动物 它不像 它有这种毛发 你像如果是画那种 比如说画海豚 或者说画鲸鱼那种的话 可能就是从背景上画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它每一个遗材或者说每一个 每一个画种它都有一定的就是自己的一个顺序 顺序或者说好画的一个方式 你看我现在我现在画的这个毛发的话 我都是顺着它这个毛的这个方向去画的 顺着它的这个毛的这个方向去画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你有一种稍微尖一点点的 我巨峰比较小一点点的 这个方式比较好 这个画的是16开的 16开 然后我们现在现在画的话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底色已经画完了的话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把它这个暗部对吧 因为它总共它这个的话就是它特别好区分对吧 你看 它这一部分是一个亮的对吧 这一部分是一个亮的 那么它底下这一部分它就是一个暗的 因为它是一片一片压在上面的啊 它是一处一处压在上面的 所以我们就只需要把它这个暗部压下去 那么它的这个亮部自然就会凸显出来 就跟我们画素描的时候就是会用到一个正负型的一个办法是一样的 就是把它这个暗部压下去 那么它这个你看我把它这个暗部压下去之后 它这个亮部的话它自然而然就显出来了啊 因为我们是画这个干米淡彩 然后有的同学就很容易就是去怎么呢 就是尤其是像上过我们花卉啊 或者说上过我们一些其他VIP课程的同学 就是它们很容易啊 就会去陷入到这个抠这个细节这个里面对吧 去画它的这个毛一根一根的去画 有没有 有没有花卉班的同学想这么画的 有没有 有的话敲个一 这个笔头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啊 待会我用那个 待会我用那个 勾线笔 勾线笔可能会好一点 好 然后我们慢慢的就是往那个底下转啊 往那个底下转 嘿嘿嘿 对 还有彩线班的同学啊 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用啊 因为画画彩线和画水彩 就是有的彩线的同学就觉得哎 画水彩好快啊 就是插插就是两刷子对吧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有的时候像画水彩的话 就是他这个他不需要 他也需要去叠射对吧 但是他这个叠射的话 可能会带来的是整个一个射块 或者说整个一个区域的一个叠射啊 你彩线的话 你必须是用笔对吧 一根线一根线 线条慢慢的去叠出来的啊 叠出来的 所以就是我特别佩服画彩线的同学哈 性质是真的好对吧 干笔弹材二期有动物的啊 我们会有动物的课程 一个是门闯还有一个是美食都会有设计 还有建筑 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二期的一个课程安排好吧 可能有些新同学或者说 以前没看到的同学可能就是 不知道我们二期的一个课程安排 对彩线班的同学就因为彩线的话他他适合表现这种非常细腻或者说细致的一些东西 所以包括一些超写实人物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水彩就很难达到 或者说你能达到的话也花很多功夫啊 所以说这就是每个画种不一样 然后你看这一块的话我没有画很多啊 我没有一根毛一根毛的去描他 我只是会会去画他的一些暗部啊 会画他的一些暗部啊 会画他的一些暗部 碎一点点的稍微碎一点点啊 跟整个比起来的话 稍微碎一点点的比处啊 去把他这个暗部的这个毛发给他压出来 压出来之后 那么你看他整个头 他整个头这一块的话 到时候肯定还会再上一遍颜色 就是去画他这个这一块的这个地方啊 但是等他干了之后再去画 慢慢的他这个头的话稍微的 由这个红色对吧 变为橙色变为黄色 他这个他这个颜色的色彩在里面了 已经在里面了 嘿嘿嘿 阿琪去阿琪聊天是吧 我今天都在群里面跟他说 我说到时候阿琪我看作业会很严的哈 然后他们就有点有点害怕 哈哈 其实有的同学就是我觉得阿琪的同学 真的就是他们自己会 特别努力啊 给你们看一下 阿琪的同学他们刚刚都还在找我 你看阿琪的同学就是 他自己会画了之后就是 他自己会 会总结一些问题对吧 会总结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而就是每次当你自己画完了之后 你如果自己能总结一些问题 然后再来跟老师进行个沟通 然后去指导的话 你的进步会比较快啊 比较快 你看这都是我们阿琪的一些学员 对吧 他们现在虽然还没开课啊 我们阿琪的话是 5月5月底开课啊 5月底开课 然后他们会自己去看一些录播 看我们一期的录播嘛 因为我们是报一期学三星 会去看一下我们一期的录播 然后然后自己去练习 去练习 然后有问题的话呢 再来私聊 他们喜欢私聊 喜欢私聊 像之前的话 他们就会在这个 在这个群里面啊 在这个群里面去进行一些 一些作业啊 或者说你看 他们会发一些这个作业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之前就是 呃一个一个向日葵的一个公开课啊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就这一节课的重点就是 要大家去怎么样把这个形式感 啊做出来 然后怎么样去画他这个重颜色啊 我觉得这个同学的话就是 大家都会很努力的去做一些 学习啊 或者说去做一些练习是非常好的啊 我们也有采迁班的同学啊 采迁班的同学 也是过来学这个淡材的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嘿嘿嘿 没顾住 没没顾得上关注是吧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 这个 那期的那个特别啊 那期的特别 那期的特别 如果是有兴趣的同学 或者是有学习计划的同学呢 就可以去 看一下我们的系统 然后找找我 或者是找这个 同堂老师都是可以的 因为你现在的话 离五月底的话 还有还有一段时间嘛 然后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一期小爱老师的一个 盖面档台的一个录播 一个录播 然后可以去提前 适应或者是练习 都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 就是阿奇的一些课程 阿奇的一些课程 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阿奇的话 他相对于一期来说的话 他就是我们会 这个想让大家 因为一期的话 都是会有录播的嘛 大家可以接着去看嘛 你看会设计的 提前面会更加的广泛一些 像美食也会给大家设计 对吧 这种正常的这种场景 或者说街边的这种场景 也会给大家设计 这是我之前画的一些 画的一些作品 我没有 没有不让下去 这个画水彩的这个 这个水彩和这个 今天画的这个鹦鹉 它就是两种不同的画法 像这个的话 就是刚开始小波浪说的 就是 如果是画这个鸡鱼的话 就可能是从这个 背景开始画 从背景开始画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 是从这个主体开始画 这个的话 也是之前给你们上公开课的话 大家应该是也有 也有给大家上过 像这种的话 就是一些很常见的这种建筑啊 或者说是这种城市街景 这个是你们之前给我取名字 害得我都不敢 不敢再把它拿出来的 对吧 就是古风这一块 古风这一块 这是我们之前一期的一些 你看一期的话 也会涉及到一些动物啊 美食啊 然后一些这种课程啊 系统的课程 花卉啊 都会有的 然后这是我们现在 大期的一个课程 大期的课程 啊 大期的话从会增加一些 比如说这种植物草虫 对吧 然后这一块的话 就会有一个 动物和美食 动物和美食 然后像这种的话 这种店铺这一类的 店铺这一类的 日常的这种店铺这一类的 现在在这个 小红书 或者说抖音上面 都比较多的这种啊 呵呵呵 大期好粉 要说你们画出来 可能是不粉嫩的 对不对 呵呵 你看我之前画的 我实在逼得我没办法了 来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了这个 看了这个就不会在 如果这个都说粉嫩的话 那我真的就没办法了 这个就不粉嫩了 这个这个是从此以后 我就要 撕掉这个粉嫩的标签 好吧 就从这张图开始 就从这张图开始 呵呵呵 怎么老说我的粉嫩呢 我我之前 你们看我之前画的那个 这些都不粉嫩啊 对吧 你看像这种股风 没有说很粉 粉嫩的那种 这种也 也还好吧 对吧 观感比较强啊 算不算粉嫩 这种根本就不粉嫩啊 对不对 这种根本就不粉嫩啊 所以我们二期的话 还是会比较丰富和有趣的啊 然后这是一些 部分的一些素材图 到时候我们再去进行一个调整 这就是我们二期的啊 二期 然后像之前的话 这都是我们的一些一期的 对吧 学哥学姐啊 学哥学姐都在这里了 哈哈哈哈 大家的进步还是蛮大的啊 大家的进步还是蛮大的 哈哈哈哈 没有预盖迷藏 真的没有 这个小鸭啊 对吧 你看这个小鸭 你看他的这个线条 也跟我 我们这个是一样的啊 就是他没有 没有就是 冰冰的啊 冰冰的 他这个就没有很直的一些线条 对吧 就是这种画这种毛发的 这种 这种动物类 对吧 他就是有一些这种 像这种 规律一样的东西啊 所以就是今天的话就是主要是 构图的话其实没太多讲的就是 给大家教一些这种 比较有技巧性的东西 并没去踩一些坑 对吧 有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就会把它连在一起画 那么你不管你这个颜色上的多漂亮 或者说你这个 画的多逼真 你这个形体看上去的话 它是跟这个自然的这个东西 还是有一定出入的 就显得不太舒服 啊 包括玲珑小奇他们画的这种 你看 这种 对吧 特别的好啊 这就是我们 阿琪 阿琪 如果是有想报名阿琪的学员的话 或者说是想上这个系统课的话呢 就可以 联系我 联系我 看到没有 联系我啊 然后联系唐涵老师也可以 或者说老学员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 班主任 对吧 班主任都可以的 冰冰的小鹦鹉和蛋卷 好了 我们接着来画这个啊 接着来画这个 要不然待会还不一定能画完了啊 快点画 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提啊 因为现在的话整个画面都已经干了 干了的话就是对这个 可以给推着一点点 稍微慢一点点的话 它不像湿化那么要求那么高 就是有的时候在时间把控上面 就是会要求严格一点点 现在的干了的话就可以稍微的 节奏放慢一点点 也都放慢一点点 我们现在还是来画他这个 你看我的调色盘 我调色盘都干了 今天真的干的好快啊 夏天果然还是会干的快一点啊 所以你们画的时候就是 夏天和冬天还是会 在水分控制上面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同啊 好 赶紧画啊 想看怎么画背景 快一点啊 你看我现在画的这个地方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暗部啊 它这个暗部的话是因为这个 它是因为这个羽毛盖下来这个地方啊 它是有一个暗部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会去分析它的一些 结构 有的结构的话是可以直接在这个 画面当中看出来 但是有些结构的话是需要你自己去 想 或者说自己去主观处理一下 主观处理一下 哎 刚刚说聊到冰冰冰冰冰就来了啊 好 我们再来画它这个 啊 换一只这个细点的这个 这个这个添加哈 来勾它这个 对 蓝色羽毛会要加深的哈 我现在就来画 哎呀 自我者小波浪啊 因为画这种 因为第一个它是比较 比较细长的嘛 然后的话呢 它就 这个 我画的时候我就会用这种 勾线笔来画 勾线笔来画 稍微能够更好的控制一下形啊 没有吧 刚刚不是也也讲了其他的学员吗 对吧 想你别让带节奏哈 好 我们现在来画这个 画他的这个暗部 这个有点反观啊 有点点反观 你看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线条的话 现在会流畅一点啊 现在流畅一点 然后你看他这个地方的话 他都是我现在画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他这个位置 你看他每一片都是盖在上面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他这个规律啊 就是他每一片都会有一个阴影啊 有一个阴影 所以这个的话是我们需要就是 有些东西你是可以找到规律的啊 然后把他这个一片一片的这种感觉啊 把他画出来 然后把他这个一片一片的这种感觉啊 你看這樣頻繁著的話 稍微有一點點反光 哼 是秋秋老師的人是吧 蠻願 秋秋老師很溫柔 你們不要去欺負秋秋老師哈 你們過來欺負我 哈哈哈哈 對 它這個羽毛的話 因為它有一個漸變啊 它漸變的話呢 就是 我剛剛跟大家講了 就是你可以去絲畫 對吧 絲畫 絲接的話 它這個漸變的話 會比較自然 如果說你是乾化 你去接的話呢 它有的時候會出現一些硬的邊痕 就不太好 有哪個還沒有用戶名的嗎 哎 這名字好長啊 是我們 是是是 是幽化的老學員嗎 還是 你看這一塊啊 我從這一塊開始的話 我就會把它這個 羽毛的話 稍微給它加重一點哈 稍微給它加重一點點 因為它是一個背光的哈 背光 哦 卓同學是吧 卓同學 你們覺得秋秋老師不好欺負 是吧 不要欺負秋秋老師啊 幽化的老師這麼好 為什麼要欺負我們 對不對 啊 風景班的是吧 風景班的同學哈 風景班其實比較有意思啊 風景 其實我真的 我是特別佩服那個 踩遷班的同學啊 不 這是對 是踩遷班的同學啊 踩遷班的同學真的是 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的話 平常就不太容易做得住啊 所以你說一個 對吧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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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寫實 畫那麼久 我自己可能坐不住 我是喜歡畫這個風景的啊 而且是相對來說 不是你們想像的那種小清新的風景 老說我粉嫩 我其實自己畫的時候就不是那個樣子的哈 哇 卓同學是抄寫實班的是吧 抄寫實班那應該畫這個鸚鵡沒有一點壓力的哈 好 我們再看一下啊 就是在畫這個顏色的時候啊 畫這個顏色的時候 尤其是新學員哈 尤其是新學員 就是畫這個顏色的時候 就是我們一定要把這個線稿給他打好 你看他這個 他這個鸚鵡的這個毛 毛髮這一塊啊 毛髮這一塊 它有一些重顏色的話是需要我們自己去 去把它找出來的 你看像這種地方的話 因為它是涉及到一個光影效果啊 一個光影效果 就是為什麼一開始我跟你們講這個構圖的時候 說這個 說這個明暗對吧 說這個明暗一定要搞清楚他的明暗 就是你畫這種哦 在光影效果的話你肯定是要考慮他的明暗的啊 想看我畫水彩對吧 我真的好久沒有畫水彩了 我決定下一次畫水彩 水彩這種天的話就是對控水可能會有點要求 所以說是新學員的話一定要注意好啊 就是你們在畫的時候 尤其是你自己剛剛練習的時候 控水的話 現在這個時候是比較難控水的哈 你們不信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回去試一下好吧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你畫的時候 因為現在的話溫度相對說會高一點點啊 就是你剛畫完一筆 尤其是 剛接觸水彩不是很久的同學 你控水的話就是有一點點沒控好的話 那麼你就接不上啊 所以現在是畫水彩的好司機 大家都去畫吧 對 乾的很快的現在 因為天氣比較熱啊 比較熱溫度比較高 所以他這個就會 對你控水要求會高一點點 就是你要想好了之後再去畫 或者說你畫完之後就一定要達到那個效果 要不然的話就是有的時候可能會比較 手蠻腳亂 有這種感覺沒有 有的話喬個椅我看一下 哪些同學有這種感覺 有這種感覺就說明作業布置的還不夠啊 還得多練 兵非語序是吧 嘿嘿 賣魚貓還在畫線稿啊 線稿問題不大啊 線稿問題不大 對 就是這個問題啊 所以就是很多同學就是 都會問到這個問題 或者說畫水彩的話 都會碰到這個問題 就是你還沒開始畫呢 他已經乾了 就是包括我剛剛畫這一塊的時候 大家也看到了啊 我畫完之後 我就跟同學解釋 我說啊 我先來給大家講一下我的思路 對吧 因為我畫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個地方乾的太快了 如果說我邊講邊畫的話 可能有的時候 你們一提問題 我也去給你們解答的話 有的時候就 就來不及 知道吧 就會乾掉 所以我就一開始 我就說 我畫的時候 可能不會看彈幕 畫的時候不會看彈幕 然後等我把這一塊 整個大的顏色上完之後呢 我就會跟大家說 現在是乾化的話 就是控水的話 就沒那麼嚴格 那麼就可以 大家多發一下彈幕 所以有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的 你一忙起來的話 就是或者說 你控制這個水分的時候 你根本就沒辦法去 去去去 會手蠻搅亂的啊 尤其是給你們做示範是吧 但是好在就是淡彩的話 它 它基本上就是只有 在底色的時候 它是需要這樣子的啊 等這個底色上完之後 那麼你就可以推著乾化 其實有的時候畫 畫風景啊 或者說畫其他的也是一樣的 對 那個水痕的話 它一旦有了 它就會吸在那個紙裡面去啊 吸到那個紙的纖維裡面去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 確實是洗不掉的啊 洗不掉的 如果那個 紙的比如說那種品質 稍微差一點點的話 那就很難洗 很難洗啊 講課越來越好 怎麼的呢 意思是我之前沒有講的 沒有講到你的那個點上去 對吧 現在講到你那個點上去了 是吧 冰冰 是這麼個意思吧 好 對 沒有 對 沒有 不要 是 沒有 有 會 說 沒有 沒 在 我 跟 沒有 我 沒有 可以 是 我 沒有 就有的时候就是把它这种 稍微细节点的地方啊 稍微细节点的地方 就是稍微的可以表现一下啊 但是我们整体 你比如说它这个头对吧 它这个头它这个毛 因为我刚刚讲了 我们是画这个干笔淡彩对吧 画干笔淡彩 它不是画一个纯水彩 可能画纯水彩的话 我就不这么画了对吧 因为你有些像这种羽毛的这种 线条的话 你画纯水彩的话 你是不能够线的 不能够线 你不够线的话 那么这种地方的表现的话 那么可能就只能通过 岩式的这种湿接 或者说你去通过你的 这个水分的控制 去控形来表现它 所以就是画干笔淡彩 它跟那个画水彩 它有区别 但是有些地方也是类似 有些地方也是类似 所以它是各有各的一个 不同的点 以前光捣乱是吧 冰冰 好欢迎逍遥123哈 然后我们慢慢的往下 啊往下 就画这一块的这个重颜色 你看它这一块 给你们讲一下哈 它这一块的话 整个都是在一个暗部里面 整个都是在这个暗部里面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一块区分开来 把这一块区分开来 好现在我们来画这一块 什么东西 我刚刚又错过了什么 又要让我画两次 什么意思 意思是画水彩 再画一遍是吧 陈切做不到啊 都知道我 我就是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的 或者说这些新学院有没有这样子的 有的话敲个一好吧 就是你画一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你对它的新鲜感 可能就没那么 没那么强 就是我画东西的时候 我第一次我这个新鲜感是最强的 啊 所以我的色彩感觉也好 或者说包括你自己的那个 兴奋程度也好 都是第一次会感觉会好一点 但随着你画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画一遍 画两遍 画三遍 画四遍 就画着画着就感觉没有那个新鲜的感觉了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话敲个一好吧 尤其是新学员 我想看一下哪个新学员 跟我是一样的 看来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但是有的时候 我看你们之前 小爱老师就是他画的东西的话 就是 嗯 画的特别精致啊 然后他 他可以画 就是我看到他有画两遍的 画三遍的都有啊 画两遍画三遍的都有 但是我也有画过两遍三遍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 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了哈 我不擅长画那个两遍三遍的啊 就是一遍 这个的话其实也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一个个人感受的问题啊 有的时候你第一遍的那个颜色 可能画的比第二遍第三遍都还好 对画画多了感觉真的会画到崩溃 所以这个东西当你们要崩溃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啊 你不用担心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不止你一个人这样子对吧 不用担心 慢慢来习惯就好 比如说让你们改作业的时候对吧 你不改你怎么能够进步呢 对不对 你不改你怎么能够变好呢 今天今天还给你们看了 就是我用那个咖啡做的那个实验啊 咖啡做的实验 之前的话 之前的话是用那个 我之前是用那个茶叶画过啊 大家回去的话可以试一下啊 可以试一下那个 可以试一下那个咖啡啊 真的是看你们能试出什么样的效果 好吧 不拿不拿不拿 扛不住了 这次画淡彩版的 下次画水彩版的 这个扛不住了 不在业务范围之内好吧 到时候我看我 我看我系统课的时候 就是会不会再画一个动物 但是画什么动物 现在暂时保密好吧 也有一点神秘感 你看我现在画这个的话 它始终就是都处置在一个 一个这个暗面里面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楚 应该是没问题的哈 等一下 看到没有 就是它这一大块 它这个尾巴 这一大块 它都是在这个暗面里面的 它不像这个地方 对吧 它不像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很亮的一个亮面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 就是要控制好这种大的关系 对 仪材可以是一样的 但是素材 我有的时候就 不喜欢画同一个素材多遍 画多遍 我觉得 两遍三遍是我的极限了 好吧 两遍三遍是我的极限了 我画不了 我画不了十五遍 对啊 会腻啊 我又画了金鱼 对 你们去 去去去 去看一下 我一位老师画的小金鱼 大金鱼应该是 不是小金鱼 大金鱼 我也画了个大金鱼 对吧 留给我的动物不多了 对吧 且画且珍惜 这么一说好像也对啊 留给我的好像确实不多了 看来我只能 像风景和荡材下手了 对吧 且画且珍惜啊 好 当我们画了这个时候呢 画到这个阶段之后 一定要停住啊 同学 我看很多同学就是他画的其实很好啊 画很好 也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要求或者说知识点去画的 但是他画着画着也的时候他就停不住了啊 他就停不住了 就一个地方老是画比如说这种毛发他就会老是去画啊 画着画着就慢慢的画多了啊 画多了 所以这个的话是我给一些新学员的一些忠告啊 一些忠告 新学员真的很难控制啊很难控制 就是控制自己真的很难啊 对吧 很难 好 然后我们你看这些东西都画的差不多了 对吧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 哎 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画一画 对不对 把这个东西 这个木头画一画啊 木头画一画 木头的话就可以稍微的 好放一点点 对吧 多有点这种不粉嫩的颜色 好吧 要不然你们老是 谁踩动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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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侠你又不抱 对吧 你一会儿鼓风 谁踩鼓风 一会儿树血 一会儿动物 对吧 哈哈哈哈 画耳人画小孩 我没画过的动物还有很多是吧 对 还有很多呢 对 一定要 肯定证明一下自己啊 要不然我这怎么招生啊 对吧 你们都这样子黑我 哎 你看我现在画的就是 就是会画的稍微会放松一点点 稍微会放松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笔真的好好用啊 是细细的 可以的啊 可以的 就是这个木头可以稍微摆烂一点点的话是没问题的啊 就是这个的话就是有的时候素材是这样子的对吧 但是我们就跟你问的这个问题一样 我们可以自己把它稍微画的就是有有这种比如说这种鸟抓过的这种痕迹啊对吧 稍微的粗糙一点啊 这种的话都是可以的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符合这个 这个环境的就是一个一个鹦鹉的这个这个抓的这个木头的话它不可能是很光滑的对吧 它不可能是很光滑的 所以我画的也相对可能比较粗糙吧 就是我自己感觉我没有画的很细致啊 画这个木头的时候我没有画的很细致 都在粉我是吧 好粉吧 我已经很坦然的接受了这个事实对吧 绝不抵抗 你看这个时候的话你看这种中粗的话 看到没有 它就很容易出这种粗笔或者说非白的这种效果哈 很容易的 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画一个厚度啊 一定要画一个厚度 这个地方是关键点的 来了来了哈 来了 别再开小菜了哈 你看这个地方它这个木头的话它它是有一个厚度的哈 你不画这个厚度它就会感觉像是一个纸片一样 你画了这个厚度的话它才会鼓起来听到没有 听到了的话就给我敲个一一 我看一下刚刚有没有人听到 看一个有多少个同学是在 是在认真听课哈 玩归玩 闹归闹对吧 该上课该听课的时候还是在听课哈 所以还不错哈 还有这么多同学在认真听课 小窩囊真的是斗死我了 良情折磨而息呀 那我发现都好有才华你们啊 上次给我给我取了搞了一个什么诗啊 我还截图了的 然后我们在看这个啊看这个画的时候 大家如果是有新学员的话一定要多提问啊 因为我现在在呃 画这个木头啊 画这个木头 所以说相对会轻松一点点啊 相对会轻松一点点 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看这个弹幕啊 看那个弹幕 对往后面转过去对吧 没错哈 看来还是听了秋秋的老师的课啊 有认真在听课 真不错 好 好 我们把这个地方再加重一点点啊 这个 这个蓝色这一块 你看他这一块的话 他其实 他这个颜色是比较重的 是蓝色里面有一点点紫啊 对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圆图的话 他是一张摄影作品啊 他是用相机拍的 然后他这个饱和度的话 他他这个饱和度会比我高一点点啊 但是我这个的话 我看我这个圆图 到时候我扫描给你们看一下好吧 因为这个的话 他有这个摄像机的话 还是会有一点点色差 但是色差不会很大 宫景维维老师看作业啊 对 然后你们小爱 小爱老师不是给你们翻牌子吗 对吧 嘿嘿 还是维维老师看作业啊 对 所以你看我画的时候啊 妹妹这个问题就问得很好 就是有的时候 你看你画这个木头上面的 对吧 你看我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就是一笔 就是一个长的这么一笔 对吧 就一笔带过 但是你看我下面这边的话 我就会画的稍微碎一点点啊 稍微碎一点点 包括我开始 在一开始讲这个构图的时候 我就是上面会这种 笔钩的这种线条会多一点点 然后下面就会少一点点啊 所以这个的话是需要注意的 大家在画的时候 就尽量的也是一样的 我说了就是 可能新学员一开始的话 他画这种 你如果是给他一个 很复杂的这个 素材或者说图案的话 他会越画越起劲 越画越起劲 因为他就容易画到 那个细节里面去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给他一张空白 或者说你给他一个 这个东西给他画 他可能就不太好去找细节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自己啊 一定要控制住 就是给你一张 很丰富的细节的东西 你要克制住自己 不要画很多 给你一张 相对来说 信息来比较少的素材 你要懂得自己往上面去加 懂得往自己去加 像这种画乱了怎么办呢 我跟你们也是一个小技巧啊 就是也算是一个修改 我们常用的办法吧 就是第一个 听好了哈 小技巧来了哈 第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用这个毛笔对吧 用这个毛笔 把它在这个清水的这个 这个清水盘里把它涮干净 涮干 一定要是清水哈 一定要是清水 然后你比如说 这个地方对吧 这个点 我觉得点的太多了 对吧 那我怎么搞 就是你把它涮完清水之后 其实就是洗啊 洗 但是这个洗的话是有一定的绝项 就是第一个是要用清水 第二个的话 你把这个水稍微点上去之后 晕那么一两秒钟 晕 晕 如果说你画的太多了的话 你就可以比如说 吃蛋的这种地方 就跟我们用那个ps一样 一点一点的去把这种 无关紧要的这种元素啊 把它稍微的给占掉一点点 然后加大这种大面积的 或者说这种 大一点点的这种水横 那么它整个画面看上去 就不会那么乱 不会那么碎 听到没有 听懂了的话 就敲个1 好吧 好的 听懂了就行哈 这个的话 只是作为一个修改方法 就是在万不得已 或者说修改一下 就是你这个作品 或者说你这个作业 会更好的情况下 是可以这么去做的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 还是要去锻炼自己 对这个画面的这种控制能力啊 就是我 我这个地方 就算它有很多细节 那么我也只画我需要的 有一个地方细节 没有 素材上面没有 但是我可以根据 我自己的一个需要 我把它丰富起来 我把它补充起来啊 我们要做到就是 尽量的朝这个方面去 努力啊 虽然这个方面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的 随心所欲很难 对吧 但是也要去 朝这个方向发展啊 喝口水啊 大家要不要休息一下 或者说要不要就是 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聊一聊啊 因为我现在的话就是 我可以推着慢慢的去修改啊 所以就是可以更多的精力 跟大家做一个沟通啊 包括之前你没看懂的 现在的话 我都可以给你做一个 单独的一个示范啊 单独的示范 有的时候画画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画着画着 该停的时候 就是不该停的时候 你怎么都就是停不下来啊 不用是吧 啊 就是我觉得画画的话一定就是 就有的同学说 哎我今天看你画这个 画这个素材啊 我一看到这个素材 我就觉得我画不出来 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刚开始一开始上课 我给大家讲了啊 就是不管你今天就是有没有基础 或者说你有没有 画得出来 或者是画不出来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都不影响啊 都不影响 就是因为 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的话 肯定有的东西 你是可以能够学得到 或者说能够用得上的 再给大家说一点 就是我觉得画画的话啊 一定就是要 有的时候说眼高手低 是一个贬义词不太好啊 但是我觉得画画的人 一定要眼高手低啊 你们认不认同这句话 认同的话可以打个一 不认同的话可以打个二 眼镜的话就是 他这个黑眼珠里面的话 就是我是没画啊 因为比较小 我直接用这个勾线的时候 就把它涂满了 然后里面这一圈一圈的这个 他的这种表现的话 待会的话会画啊 待会的会画 我觉得眼高手低 没什么不好的啊 没什么不好 尤其在这个画这个领域啊 画画这个领域 我都希望大家 就是眼也高 手也高 对吧 但是有的人比起那种 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画画这个东西 还是要多看啊 多看 你可以画不出来 但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去看 对吧 或者说你懂得 它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 可能这个东西 你自己画不出来 就跟我今天讲的一样 就是你可能就是 呃 这个这个线稿 你画不出来 或者说你这个线稿 你暂时可能对你来说 有点难度 没关系 但是你知道怎么样去分析 它这个鹦鹉 对吧 或者说怎么去分析 这个画面 我觉得如果说你画不出来 你今天上了这个课之后 看了这个直播之后 啊 你能把这个东西搞明白 我觉得也是对你有一个 很大的收获的哈 大家都敲的是一啊 哈哈 没有敲二的同学吗 把他这个爪子给他画一下哈 这个爪子是一个重一点点的颜色 欢迎你懂得 然后他这个爪子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区分 它的一个亮面跟暗面啊 对 审美提高的话 就是确实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他不是 他是一个一个长期的过程啊 而且的话就是你需要思考 对吧 你需要自己不断的去思考 去进行总结 你才能够得到一个提高 他这个地方 他还有一点点这个投影呢 我都还没注意 刚刚 幸好瞄了一眼啊 你看他这个爪子 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点 可以 给他画上哈 因为有的时候技巧这种东西的话 你可以练 对吧 比如说技法什么的 就是可能你掌握了那个技法之后就很容易 像我们水彩当中就是比如说你撒盐对吧 你撒了盐之后你可以运用的技法就运用的地方 比如说海浪啊 这种比如说这种 最近有那个什么呃 油菜花呀 那种地方都是可以用到 比如说撒盐撒水这种 这种都很都很都很容易掌握的哈 都很容易掌握 这个东西就是你一旦掌握之后 你就可以很熟练的去运用啊 尾巴扫毛了是吧 他这个尾巴感觉还有一节没有没有拍到啊 有一节没有拍到 没关系了 大家如果是喜欢或者说喜欢这个素材的话 可以自己去对我们的公众号去进行一个下载 或者说找唐唐老师要一下线稿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你自己画的时候你自己把它补上就可以了哈 这个不是重点啊 这个不是重点 有没有同学想试那个咖啡 或者说试那个是那个茶叶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试这种技法也蛮有意思的哈 他这个眼睛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黄色的部分啊 他这个眼白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黄色的部分 成本太高什么成本太高 他这一块的话稍微他这个眼睛会有一点点这个其他的颜色哈 咖啡成本太高是吧 好像是有一点点哈 因为那个东西他画了之后他就不能喝了对吧 画了之后他就不能喝了 哦还有他这个嘴巴啊嘴巴我们还没画 看一下我待会又忘记了 把它这个重颜色 你看他这个里面这个结构 这个里面啊 它是很重的 所以我们把它这个结构这一块把它加重啊 这个颜色就是画这个画他这个 这个嘴巴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纯黑色 有没有 有的话敲个一啊 我看一下 会不会用纯黑色你们 嗯 就大家建议大家就尽量还是一开始的话不要用这个纯黑色啊 对不要用这个纯黑色 小面积的或者说一点点的话是可以用的 但是大面积的话还是不建议大家去用啊 好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来把他这个暗部给他加重一点点 加重一点点哈 让他整个这个 羽毛或者说毛发的这种质感会更强一点点 好 你看像这个地方的话我就一直还没画啊就是一直还没画 你看他这个素材土上面的话他这个地方是很重的这个这个暗部对吧 但是我就没有画的特别的重啊没有画的特别的重 我就想让他稍微的 整体一点点 你看我这个地方就是直接用这个用这个勾线笔啊 然后侧着这样扫过去 侧着这样扫过去 那这样子侧着啊 侧着扫过去 因为我用的是一个中处的一个纸啊中处的一个纸 所以他看上去他就会比较 他的纹粒感会比较 粗一点点 相对于细纹来说的话 好 那我们这一块的话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 我们就待会的话就准备画这个背景啊 背景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高光啊 高光 哎 画画怎么说呢 我相对于那些画彩线的同学来说的话是没什么耐心 但是我自己画水彩的话我觉得我耐心还是可以的 只是说不要让我画画画那个重复的素材啊 我画重复的素材我就没什么耐心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就是有些东西你得反复的去练才能够画好 对是枯笔啊枯笔 我感觉今天每媒体的问题都很很关键啊都问在点子上了啊 就是有的时候看 看直播或者说看示范你得要看到点子上对吧 什么时候是诗话 什么时候是干话 什么什么时候是枯笔对吧 什么时候是诗阶 这种东西的话就是 有的老师他可能会给你强调一下啊 有的老师会给你强调一下 但有的时候不强调的时候 因为第一个是他可能自己也没顾得过来对吧 像我刚刚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水分可能就是会干的比较快啊 那我我可能就是一下子来不及又给你们讲 或者说又又去给你们示范 所以我会提前给你们讲好 然后看的时候你们就主要负责看就行了 但是有的老师他可能就是根本就不会 不会去讲的太太强调啊 不会去太强调 所以你们自己得会看啊会看 不要只是去看个热闹啊 我们需要看个门道出来 如果说不懂你就问嘛对不对 这公平就是 不然要公平干嘛呢对不对 要弹幕干嘛呢你就是问嘛 超写实的话我觉得我之前画过那个给你们看一下那个 呃 之前那个海报你们应该见过吧 哎 就哪里来 哎 你们找一下哈 看一下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不算不算超写不算写实啊 就是这个例子 因为他们当时有很多人就学觉得这个例子画的啊比较细致 然后画的比较像还其实还有一个我还画了一个核桃啊 画了一个核桃画了一个例子啊 像这种的话其实我的耐性是比较好的啊 我大概基本上画了画了一周左右啊 从构图啊一点点慢慢的去构图 然后到一些去上色调整 我基本上画了快一周啊 然后像这种啊 这种因为画的比较大啊 都是四开四开 四开的啊像这种这种的话就是我构图的时候 我也够了很久啊 这几张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画了快五天六天的样子啊 画了五六天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画这种单个的时候我的耐性还是算比较好的啊 比较好 就是我会你看我这个颜色的话 它还会有一个变化 也不是说涂成一片对吧 它会有一个变化 就是我画这种尽管是画的比较大啊 画的比较大啊 因为像我们平常如果不参展的话 基本上要画个四开就差不多了啊 画个四开就差不多了啊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的话 我的这个耐性是比较好的 但是画这种的话我基本上就是很快啊 像画这种第一个画的不大啊 这个基本上就是扒开就画完了 画的不大啊 所以就是看第一个是画什么题材 第二个是画多大的尺寸啊 第三个就是要不要画同一个素材啊 画同一个素材 像这个素材的话 我是这几个的是画的比较久的 然后我们就 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这个整个这个鹦鹉的话就 差不多了啊 只差一个高光了 然后现在的话呢 就是我有两种想法啊 有两种想法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第一个的话 我会去就是用一些最简单的 也比较薄险一点的这个方式 去处理这个画面 因为我这个地方写了字啊 因为我这个地方写了字 一开始本来是没打算写字的 如果是没打算写字的话呢 我会把整个边缘 就跟画花卉的同学可能会知道啊 我会把整个边缘打湿 然后去趁湿去画那种熨染的效果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写了字之后 可能不太好去做那种效果 或者说做出来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我就想到了我们之前就是 呃也是画那个花卉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技法 就是通过去撒点点对吧 来让整个画面的话 会更加的一个呃 丰富或者说饱满啊 你们觉得你们想用哪一个 撒点点的话就敲一好吧 啊 那我就待会就撒点点啊 其实撒点点的话 他也是有一定的技巧和那个方法的 好吧 因为有呃 我们系统班的学员的话 肯定是都知道这个撒点点啊 因为不就不管你是风景也好 花卉也好 还是干笔蛋材也好 还是呃人物或者鼓风也好啊 都可以哈 哈哈哈哈 你怎么可能没搞懂啊 满月 没搞懂就回去 画作业了哈 还没搞懂 啊我们先把他这个高官给他提一下啊 高官给他提一下 你那个图片又去哪里了 首先是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他肯定会有高官的哈 就他这个鸟嘴这个地方 嗯 好久没用了 他有一点点不出墨了哈 嗯 现在来了 然后他这个地方也会有一点点哈 然后给他来一点 眼睛这一块 然后是这个树 树这一块啊 虽然他这个是一个木头啊 但是他这个木头的话 因为他颜色比较重 所以他表现这种高官的时候 他其实是比较容易出效果的啊 比较容易出效果 因为你是在一个 深色的底上去画一个亮色的东西啊 包括他这个爪子也是 所以点高官也是有技巧的 对吧 你在一个白纸上去点高官 其实是没太多没太多必要的哈 所以我们就在这种 松一点点的位置去点 然后他这个高官的话就会显得特别的亮 因为我们点高官的主要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这个 啊 稍微的亮一点点 让他对比的话更加强烈一点的嘛 对吧 好 然后这一块啊 好 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 你看他这个高官的话 他是可以长线和短线接着一起画的哈 你不要只画这个 都是画那个长长的线条 对吧 你可以稍微的来一些 短一点点的线条 包括这一块也是哈 这个画的有点太明显了 给他稍微擦一擦 主要是集中在他这个羽毛上面啊 因为他这个羽毛相对说是 第一个是受光比较明显 第二个是比较光滑啊 所以他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光 这个高光 今天可能会要拖个十分钟糖哈 因为还有一个点点没撒完呢 好 好 曝光的话就今天的话就是 整个头部的话 我是没怎么画高光的 整个头部没怎么画高光 主要是集中在它这一块 这一块它羽毛这一块 然后这个木头上面稍微画了一点 木头上面稍微画了一点 现在我们开始敲点点 敲点点 敲点点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就是毛比较长一点点 然后比较软比较弹的这种笔 去勾线笔去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敲门 给你们写一下 反正这里已经写坏了 对吧 我就给你们再写一下 第一个的话是笔 要长 软 弹 第二个 第二个点的话 就是你这个颜色 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是 调色盘就是这样子的 对吧 那我就直接把它混合在一起调一个稍微的重一点点或者灰一点点的颜色 如果说你有明确的 如果说你有明确的比如说想偏 这种暖一点点的灰色 那么你就往里面加一点点红 对吧 它就变成一个红灰 如果说你想让它偏冷一点点 你也加点蓝或者说加点紫 对吧 它就是冷灰 我觉得这个整个画面的话就是现在它这个身体是比较红的啊 那我们就调一个稍微 蓝一点点的好吧 蓝紫一点点的颜色 稍微偏冷一点点 让这个点点稍微偏冷一点点 好这个时候第二个点就是一定要水多啊 要不然你是你是你是傻点点 你是谈不起来的 然后拿一支笔 这种笔也可以或者其他笔都可以就直接敲就行了 然后敲完之后我再给你们总结一下这个要点 好 最后的话呢 就是为了让它这个形式感更加强一点点 我在这里签个名 右 画 好 然后敲完之后 我们看啊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是它有很多那种小的点点 对吧 小的点点的话 我们赶紧有些地方太多了 就跟刚刚这个哪个同学去问那个 这个木材这里画的太多了 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把它快速的把它 吸掉一点点 让它就是这种大的小的 分布的话稍微可以散一点点 但是你们发现没有 我这个角的话 这个右上角的话 我是没有敲点点的 好 就是把这种注意力 稍微的分散一点点 不会啊 不会啊 如果说你看我刚刚敲的的话 就是没有 就有一点点 一点点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 你敲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你这个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 笔的这个方向 对吧 你这样子 你对着这个东西敲 它肯定会敲在上面 但是你这样子 你对着这个 这个地方敲的话 它大概率是不会敲到这上面去 这是第一点啊 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跟你这个 比 它的这个 离这个画面的一个 远近有关系啊 你看你 你比如说 我再跟你示范一下哈 对 局部渲染也行 我本来是想局部渲染的啊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它有那个字 我本来是想把这一块 给它做成一个浴染 水彩浴染的效果 但是这一块写了字的话 我就不做了啊 好 然后你看我们 比如说我这样子 对吧 我 我离这个纸面比较近啊 这个高度比较近 我轻轻的敲 你看见没有 它敲的都是这种 细细的点点 但是我多沾一点点水啊 我多沾一点点水 你看 我抬的比较高啊 我抬的比较高 看到没有 它这个点点就明显大一点 明显大一点点 当然这个的话 跟你这个力度的话 是有一定关系的啊 弊度的话是有一定关系啊 然后跟你这个笔上 这样的水分一定要多啊 你不多的话 它敲不下来啊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啊 我们说敲点点 它也是 也是有方法的 对吧 也是有方法的 在这里啊 你看这一块的话 你如果我现在去上 上这个浴染背景的话 它这个字的话 因为我是用这个防水墨水去写的 所以它这个字的话会盖不掉啊 盖不掉 会会影响它 会影响它 好 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这个敲点点 这个方法啊 敲点点这个方法 好了 刚刚好 好五点啊 也没有脱糖 然后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这个的话就是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一个 一个课程啊 一个课程 因为今天这个的话就是如果是你完全是没有基础的话 如果是零基础的学员的话 那么你画这个的话 从这个动手方面来说的话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但是我刚刚讲了就是你可以去去听我这堂课或者说看这个录播啊 看这个录播里面有一些技巧 比如说是勾线的技巧也好 对吧啊 这个技巧性的东西你学到了就学到了 虽然你现在不会画但是并不代表你以后画的时候不会画对不对啊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有的同学你现在能画到这个程度的话 你就可以去去把这个素材拿下来去画一下 因为里面的话你如果能画这个线稿的话 那说明你的动手能力还是可以的对吧 那么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比如说这里面的一些熨染 湿接啊 包括这种干擦就是技法类的东西偏多一点点的话 你都可以去尝试对吧 今天讲的一个什么技法呢 就是第一个是在这个地方画这种木头的时候 用到了一个枯笔的技法啊 然后在这个背景熨染的时候 用到了一个撒点点的一个技法啊 第三个的话就是呃在画这个呃毛发或者说羽毛这一块的时候呢 用到了一个这个湿接或者说熨染的技法啊 所以说从技法层面来讲的话呢 就是用了这几个技法大家可以去运用一下 因为水彩里面的话这几个技法用的是比较多的啊 这是属于水彩里面的技法 当然在我们钢笔弹产里面也可以记得用对吧 呃其他的话就看大家有没有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啊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可以提一下 对 试一下交代好吧 试一下交代虽然这个没什么可思的啊 因为没有上背景啊 没有上背景 到时候的话 如果是呃我一开始没想到就是在这个上面写啊 就是后来因为有同学在问 然后我就顺手就拿起来就在这里写了这个 他问我用的是什么纸我就拿我就写顺手了嘛 我就拿着就往这上面写 就没有没有考虑到后面就是要上个背景啥的啊 所以上了这个背景之后就不好 写了这个字之后就不好上背景了啊 本来一开始我是想画一个那种 浑染啊 然后很朦胧的一个背景来蹭托这个鹦鹉的啊 但是呃就只能撒点点呢 哈哈哈哈 这个没关系哈 没关系 哈哈哈哈 没关系的哈 没关系的 就是这个东西的话 你只要就是起线稿这个东西就是你 你尤其是画干壁蛋彩啊 你的这个包括画水彩也是 你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这种水性材料 对吧 它的透明性很强 你线稿花的时间越多的话 那么对你以后面上色的话 它肯定是越有帮助的啊 越帮助 所以不用担心线稿起多长时间 对吧啊 能快的话当然是最好 如果是一开始自己都觉得不满意的话 那就需要自己慢慢去调啊 想看浑染的效果 这怎么给你做这个吃饭的 这一块的话 现在做不了啊 下次吧 好吧 下次下次再给大家就是 画一个不一样的小动物 然后再去给大家做一个熨染 好吧 这次的话就没办法了 真的是这个东西写的太快了 如果没写这个字的话 肯定会给大家把这个熨染效果给大家做一做啊 做一做 因为今天这个纸的话也比较好 就是它是一个 呃16开嘛 就也可以做一个背景熨染啊 但是现在做了的话就是其实 我这个熨染效果做出来的话 其实意义不大了啊 因为写了字的话 它多少会影响这个整体的效果 熨染背景用什么颜色啊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问到点上呢 就是我刚刚其实在讲这个啥点点的时候 其实就是已经讲到过啊 就是你这个背景熨染的话 因为我整个画面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暖色居多一点点 对不对 这么大一片的红色啊 然后这里面有黄色 只有一点点这个绿色 蓝色去衬托它啊 所以如果是按照我最初的想法 如果我画这个背景的话 我会以蓝紫色或者说蓝绿色偏多去上这个背景啊 给个案例是吧 给个案例我找一下啊 我找一下看我们之前花卉群里面的有没有这种 就是我想画的那种背景好吧 我找一下哈 我看一下花卉群里面的哈 说明赖鱼猫的耐心还是非常好的哈 就是起个线稿都能起两个小时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画线稿的时候 就是我除非是画那种长期作业画的比较大啊 赖鱼猫你画的是多大的呀 如果画的比较大的话 可能是要花点时间的哈 这都是我们学院的一些作品啊 一些一些作品 呃我看一下那个 参考图看这里能不能找到一些参考图啊 哎其实像这种的话就是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这种孕染对吧 就这种孕染啊 这种孕染 然后它这个是因为撒了水或者说撒了盐啊 但是如果是我画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少啊 我再帮你们找一下啊 这种这种孕染也可以啊 这种孕染也可以 就是它它是很很 很平整的或者说很湿润的啊 很湿润的 它没有那个没有那些一些其他的辅助技法啊 那像这种的话其实也可以 但是它这个颜色的话 我可能不会去用到我这个画面当中 因为它这个颜色的话 有一点点偏暖啊 偏暖 那我可能选的话 我会选一个呃 偏冷一点点的这种啊 像这种颜色我可能会用啊 像这种颜色我可能会用 那像这种的话就是呃 花卉吧里面它的这种背景的孕染的话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呃 实化的一个过程啊 就是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花卉的话啊 也可以来联系我好吗 哈哈哈哈 花卉 人物 风景 对吧 淡彩 薄画油画书法 素描 啥都可以 好吧 哈哈哈哈 啊 你看像这种背景的话 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对吧 啊 像这种 都是可以的啊 下次有时间再给你们去做一个这个背景 背景韵染 或者说我下次 下次画这个风景的时候 再给你们去去演示一下 好吧 今天这个的话就就没办法去演示了 好了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可以问一下哈 可以问一下 然后录播的话是在刚刚给大家啊 给大家再看一下 如果说大家想看那个录播或者回放的话 因为有些同学是后期来的嘛 就听到一半可能 就我们就还是一样的去关注我们 呃 诱化教育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诱化教育 然后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小键盘旁边有一个这个 呃 精选好课 点一下 点一下的话 它会弹出来这个公开课的播放 以及一个 录播的一个地址啊 都会有的啊 都会有 还有这个素材 大家一定 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当你想画的时候 就想起我们好吧 想起我们 然后这里面的素材的话 都是可以自行去下载的啊 啊 鸚鸵就给大家放到这里好吧 想画就报名 对 想画就报名 笑死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 待会有同学联系不到我 我很担心你们联系不到我呀 哎呀我那个图呢 哈哈哈哈 上课上的太认真啊 我很担心你们联系不到我呢 能联系到我吧 能联系到我们吧 对吧 诱化啊 微信是诱化23 然后这个是我的QQ号 这个是唐导老师的QQ号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关直播了哈 对赶紧加我哈 哈哈哈哈 有画画的同学赶紧加我 我的感觉 是不是我的广告打得太少了 都让你们帮我打广告了 太逗了 对对对 截图啊 你们想的珍州道 截图 哈哈哈哈 好的截图好了吧 截图好了 我就关直播了哈 入股不亏 拜拜 我途了 我滚了 我问我 我